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又跟大家介紹這條12號路線 由尖沙漲摩地到長沙華麗之角的海麗村 這條走線是很特別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條路線全場是走西角隆區的海皮區位 我們今天差不多要坐車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12號的歷史 事不宜時也介紹一下 12號以前再遠一點做一個荔枝角 去中國碼頭 後來就拉到尖沙咀循環線 然後再到尖沙咀循環線 跟尖沙咀循環線 再縮短到深水埗 我不知道前後 應該是縮了再拉到尖沙咀的 這條路線最特別之處就是以前 專門走唐尾道、新田地街 那些海皮區位 後來荔枝碼頭的服務沒有了 結果這條路線很差很差 客人很差 後來幸好在富榮花園發展了 他走到富榮花園那邊 客人有些改善 但是富榮花園也有很多小巴 競爭 所以又不夠小巴打 同一時間 那時又有K16的接駁巴士 更加不用說 更加不用說 令客人很不穩 後來就兩節合併 之後就在尖沙咀循環那邊 之後就有一個西鐵線在南延 向南延去尖沙咀循環 之後就完成了服務 令客人更多 之後就再把深水埗的站 拉到海荔村 其實他現在在海荔村 只是拍外面街 這條路線我會覺得 最特別之處就是 他現在全場都走到邊皮區 應該這樣說 應該是整個九龍西面的邊皮、海皮位 連大閣嘴都不驚 這個位置真是很特別 尖沙咀 又是禮排的圍拍、塞車 真的離譜 真的差不到 那邊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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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輪到尖沙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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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線的路線 大家又在這裡打交遊 那邊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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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分鐘 三個字 那邊的路線 才叫剛剛好落 快要落到半島 哇 這個位置真是多麼不動 好了,達了27分鐘 27分鐘 就終於來看了佐敦 現在正在前往的是富榮花園 哎 真是 尖沙咀的位置 差不多是三個字 真是 會令車輪到蝕油 真是 真是蝕油 真是 這樣會令香港班次的穩定性 其實政府要想一想 要嚴厲一點 執行尖沙咀摩尼島的圍拍情況 真是很嚴重 老實說 好 好了 用了36分鐘時間 是的 36分鐘時間 就來到富榮村 那車應該有上上落落 應該有22個人 有22個人上上落落 有22個人上上落落 你想想一下 20分鐘一班車 那就22個人上落 但是 有用了一隻很貴大的巴士 這隻八百多人的巴士 又想想一下情況如何 真的 差不多時間了 剛剛好 用了40分鐘 四十分鐘來到海泥村 全場有 22 個人 22 個人 如果 20 分鐘一班 22 個人,老實說 這輛車這個時間應該要去虧 這輛車應該要去虧 和 OD 都是差不多的,一樣是要先的 因為 OD 要多 單層 都 21 個人 都 41 分鐘 何況這輛雙層還虧 還虧虧多一點 但問題是因為 Giffen 的前提 因為我都說了,Giffen 的前提 前提是因為他都 20 分鐘一班 你想想 OD 就 30 分鐘一班 即是如果你說營運的經營情況 老實說 12 號就比 OD 更好 12 號一定會更好 雖然大家都是這樣 大家都是蝕水 但經營情況應該好 比 OD 更好 也比 OC 更好 OC 經營情況真的很差 即是差到一個位置 就是他開得太過密 他開得太過密,令到他虧得太厲害了 如果我們今天說的三條 深水埗 深水埗的頹爛線之空 都比較好 12 號最特別是他走上海皮 走上整個九龍西的海皮 令到他可以走得快一點 但老實說 如果你說那些經營情況 老實說 12 號就比較好 其他那些真的一般 還看到一格經營不善的914 下次有機會再說914 下次有機會再說914